为了让乡亲民众了解居家安全的注意事项 积极热令中心日前特别举办宣导活动 邀请讲师到现场解说 透过深入浅出的方式 加强民众的相关知识 议员陈昭宇特立到场出席 面临高龄化的社会独具长者越来越多 现在许多长辈的健康意识也跟着抬头 希望藉由参与讲座学会保护自己 遇到自己或是邻居同伴紧急状况时 懂得如何实施急救 以及做好相关的预防准备 像一个卫生健康讲座 林老师很厉害说的 说得很好 大家都听到都应该是有了解这条人 对于自己的健康 大家都有的参与 老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很详细 不错啦 很好 来参与洛林 感觉有很多CPL的事情 要怎么救救 人要怎么救救 要怎么看贴士 应该要注意什么 听得很少 所以今天来参与这个区很价格 吉吉热林中心举办居家安全宣导的目的 就是希望民众认识正确的观念 并推广紧急设备的使用 进而打造一个健康出镜的幸福社区 最主要现在都存两个老年人在这里而已 大家都会保障照顾 为什么这个医疗器材也很重要 也是需要准备一下 他说的氧气筒 那个很好用 藉由专业讲师的解说 相信老老少少们 都能够建立正确的居家安全观念 学习照顾自己 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民主宏洪佳燕集体采访报道